今年来受气候以及土地开发影响 造成丝瓜结果率不足 为了提升鱼石乡投射丝瓜的结果率 鱼石乡公所以及鱼石乡农会合作 协助购买蜜蜂来帮助丝瓜进行受粉 我们投射是全国最高海拔的丝瓜专业生产区 那在这个季节因为下雨 那受粉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透过人为的方式去 购养那个受粉蜂 然后提高丝瓜的结果率 我们这几年观察下来 我们透过人为的受粉 然后可以提高产量到两三成左右 所以我们就持续办理这项工作 那我们今年就是有五个产销班 那每班给他四个蜂箱 总共20箱的蜂箱 然后提高整个投射地区丝瓜的受粉率 目前鱼石乡的丝瓜已经在开花 因此透过蜜蜂来协助受粉 未来在结果率以及瓜形等等 都有很好的帮助 从我们之前我们的丝瓜才开始 到现在我们看到后面 我们以前的菜箱已经开始开花 我们就是现在来放养我们的蜜蜂 让我们的蜜蜂可以来受粉 因为我们以前的菜箱最需要 就是受粉要完全 我们里面有10粒 的瓜子里面有10粒的瓣 我们希望用这10粒的瓣 可以受粉完全掉 每条瓜子的生成才会变成 总共我们以前这边有五个瓣 每瓣我们有瓣五瓣 分别都在不同的角落 我们希望自由放养受粉 可以让我们的菜箱品质提升 也让我们的蜜蜂来增加 这样让我们的农民 可以贪到更多的钱 先议员陈说 也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头色丝瓜相当出名 品质也有所保障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帮助到农民 就来放到我们的蜜蜂 让蜜蜂来到我们的菜箱的肥脂 来做一个结合 有一个肥粉和花果 可以来结构 生産到这个很好吃的菜箱 所以很多工会要做 都要很用心来研究 消费在这里 代替我们的农民 感谢到我们蜜蜂公所 以及蜜蜂農会 可以取出经费 来保障农民 让农民的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收入 请用在公所与農会协助之下 蜜蜂可以发挥媒介的作用 协助提高丝瓜的授粉率 进了提升产量与品质 记者邱平毅 于此采访报道